这里是某军用机场 为期一个月的直升机陆上散架训练正在这里举行 今天将展开人物同头 双击同头等科目的训练 随着登机口令下达 陆战队员们迅速登机 两架飞机腾空而起 现在飞机已经到达了海拔1-200米的高度 这是散架的运行位置 飞行过程当中这个冲航门是打开的状态 机上跳伞信号灯亮起 在投放员的指挥下 陆战队员依次跃出机舱 新型一伞是这次重点训练的科目 实跳训练开始前 队员们在地面反复练习一伞操纵动作 模拟处置空中险情 确保万无一失 一离开飞机会有一个自由落体的时间 在这期间我们可以做一些动作 以及检验我们前期在风动训练的复飞 及转弯 转下 及快速隐蔽的接触目标 通过这个石跳 让我对这个伞距也有了很大的了解 以自由落体的方式达到预定高度后 在空中手动打开降落伞 不仅大大缩短了制空时间 达到了隐蔽突然的效果 还能克制敌人的反空降能力 下降过程中 陆战队员沉着冷静 不断修正方向 随后精准着陆时预定地域 夜幕是隐蔽作战行动的最佳选择 这次训练 部队在夜间组织高空 中空和低空 三层空域的散降训练 实现了散降空域全覆盖 隐蔽渗透多手段 夜间跳伞与昼间跳伞相比 应该说组织难度更大 险度更高 难度更高 但是与实战贴合的更加紧密 本次我们训练主要进行了低空伞 夜间圆伞 还有夜间一闪相关的训练 此外 部队还组织开展 在无气象引导 无地面指挥 无地面标识的三无条件下 进行人员和物资散降和空投训练 针对多种作战样式展开课题研练 破解部队成建制散降协同作战难题 我们除了采用传统的组训方法外 还借助VR模拟系统和散降训练平台 多方位的促进单兵的散降技能提升 我们还邀请了院校专家教授和友邻部队的散降骨干 一线进行指导帮带 全方位的将战术与技术进行有效融合 下一步 我们将训练重心聚焦海上散降 提升单兵和建制分力的散降突击渗透能力 谁英雄 谁好汉 千里高空比比看 陆战队员们从飞机上凌空一跃 快速准确到达敌后作战区域 这无谓的勇气和精准的操纵 正是源于千百次的训练 几天采访在这里我感受到了 空降训练与战场的零距离 也看到了年轻的士兵在训练中不断求索精兵之道 这一朵朵血历的散花 见证了铁血勇士的淬炼成钢 部队隐蔽渗透 精准突入 体系作战能力也正在加速形成